主席时隔多年回到韶山老家 却发现自己的乡亲们还过着解放前的生活 不仅贫穷而且还吃不饱饭 因此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请乡亲们吃了顿饱饭 然后再祭拜过父母后回京 可让毛主席没想到的是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儿李纳回来后 饭量好像也大了不少 主席见她吃饭吃得太快 便提出要给女儿讲一个故事 原来毛主席在延安时 每次跟任毕时吃饭 大家伙都会逗她 因为任毕时是高度进食 所以每次菜端上来 我们三下两下就把菜叶子老光了 最后她就老啊 这么也老不起了 这虽然是主席讲给女儿的笑话 但是听起来却觉得十分心酸 而年轻的李纳没有听出父亲话中的深意 把她当成了一个笑话 随后李纳招呼大家一起动筷子 结果却没人动筷子 毛主席更是让女儿执行了三光政策 李纳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 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 害羞地跟父亲解释 说自己最近饭量大了不少 一个碗口大的窝窝头 一下能吃四个 主席听后若有所思 自己的女儿终究还是个孩子 不会顾及那么多 而李纳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主席感到心酸 钟叔叔还有汤吗 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了 二牛听后却默不作声 李纳虽然不解 但她也懂事的没有多问 毛主席只觉得心酸 李纳身为她的女儿都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那些农民呢 想到这里 主席便让二牛将下乡考察的小马叫来 并要求在家的工作人员 等会儿全都过来 她要开一个小会议 李纳想跟父亲多待一会儿 便搀扶着主席前往会议室 等主席赶到会议室后 小马从竹篮中拿出了香气们送给主席的东西 结果却不小心带出了口袋里的黑纱 二牛看见后就想拿走 却被主席拦下 并要了过去 随后毛主席便问小马 是为谁带的 半年去世 你娘怎么会去世了呢 你走的时候 不还是好好的吗 小马不想让主席担心 就说是病死的 但毛主席看出来小马是在撒谎 于是就再三询问 让他讲真话 小马这才哽咽着告诉主席 母亲是饿死的 毛主席听后十分难过 亲手给小马戴上了黑纱 然后就让众人坐下 主席拿着香气们给他的口粮 向大家解释 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 那是因为时至今日 还有很多农民吃不上饭 我们还欠着农民的账 说吧 就掰下一口吃了起来 然后将剩下的递给他们 每个人都尝到了口粮的滋味 此时都不用主席强调 他们一想到这么难吃的东西 就是农民填饱肚子 甚至赖以生存的东西后 每个人都流下了泪水 毛主席更是双眼含泪 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们对不起中铁人呐 说吧 主席便离开了这里 他不愿让工作人员 看到他伤心的样子 经此一事后 毛主席对底层人民的生活 也更加关系 北平和平解放后 毛主席便住进了中南海 可当他看到自己穿的光鲜亮丽时 突然想要去看看 北平人民的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于是主席换上了简陋的衣服 来到了北平大街 助力见街上人多 本想劝主席回去 结果却被主席一把推开 表示自己要一个人转转 助力为了主席的安全 就安排了一个人 乔装打扮跟在主席身后 主席看着街上的烟火器 一时高兴就忘了时间 直接从白天逛到了晚上 而北平的夜市更是热闹非凡 小贩们也都热情地 招呼着街上的客人 甚至还有人主动找到了 毛主席借火 墙上也贴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逛累了 便走进饭馆吃饭 结果就听一人评价他 我一瞅毛泽东的面下 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怎么着 就凭您 还能给他看相啊 我瞅相片啊 饭馆里的人也都焦头接耳 聊着一些精诚八卦 甚至还有人炫耀 说如今这世道 就连他们这些登三轮的 腰板也硬了起来 我拉了一个大兵 走到西子牌了 一拐弯我一伸手 您看怎么着 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那是怎么成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正在吃饭的毛主席听到这里 也发自内心的笑出了声 没过多久 主席便吃完了饭 招呼老板过来结账 老板没有认出主席 就要他付三千五百块面值的钱 而那时的三千五百块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三毛五分钱 可毛主席自从当了中央主席后 就从来没有摸过钱 身上又怎么会带钱呢 很快 主席便反应了过来 于是就想跟老板协商 可是还没等主席说话 就见助理走了进来 表示他的钱我来付 然后就搀扶着主席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通桌吃饭的百姓认出了毛主席 连忙告诉老板 这人可是毛泽东 众人听说是毛主席 全都追了出来 老板也后悔了起来 表示自己不该向主席要钱 但此时已经晚了 毛主席哼着小曲回到了中南海 结果却发现周总理等人 早已等候他多时 毛主席看他们都不说话 扭头就看起了报告 可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主席就主动检讨了 自己私自进城的事情 面对众人的指责 毛主席虚心接受 然后就表示 自己虽然违反规定私自进城 但这一次收获也不小 所以 所以北平的建设问题 才是将来的重中之重 说吧就问周总理 那些专家对于北平有什么建议 周总理告诉主席 专家们开了几个座谈会 有的专家认为 北平的建筑是经典 一点也动不得 甚至反对高楼大厦 可是我们是新争取 我们盖起来的房子 能跟运落皇帝一样吗 还有的人坚决反对 在北平干工厂 这话也听不得 主席觉得 新中国经过战乱 不只有多少百姓 吃不饱没工作 如果不加紧发展重工业 那老百姓拿什么来生活 而毛主席通过这一次视察 也看出了群众的热情 所以主席坚信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 将会是相当快的 然而一切就像主席的预言一样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日新月异 很快就成了一个世界强国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 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 就曾说过此事 注意看 毛主席正在前往 七届二中全会的路上 突然战斗英雄齐振云 叫住了主席 然后给了主席一包香烟 随后主席问齐振云 有没有信心打过长江去 齐振云则表示 主席说到哪 就能打到哪 两人相聊甚欢 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周总理 周总理跟在他们身后 找准时机 拿走了主席的香烟 齐振云看着这两个 中央领导打闹的样子 也不禁笑了起来 很快七届二中全会就正式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 毛主席总结了之前的胜利 让他们不要骄傲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后就围绕着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进行了一番讨论 等会议结束 天也黑了 毛主席睡不着觉 却发现朱老总的房间还亮着灯 于是主席就走了过来 这才发现 朱老总决定将自己的床 让给远道而来的王家祥同志 怎料王家祥却不同意 所以他们在这里争个不停 毛主席见状就走进来调解 表示今天是历史性的日子 不如咱们全都不睡 在这里研究方向 熬上一个通宵 话音刚落 众人就全都笑出了声 然后主席就拿出 周总理还给他的香烟 要请他们尝一尝 可让毛主席没想到的是 自己刚打开香烟 就来了一群烟鬼 于是连忙将香烟藏了起来 装成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跟众人闲聊了起来 主席顺势提出 让陈老总当上海市市长的想法 结果此言一出 就遭到了陈总的拒绝 并表示当上海市市长的人选 还多的是 怎么也轮不到他 主席见状就拿出香烟 安抚陈总 并表示今天先不谈此事 扭头跟肃玉谈起了杜江一事 谢谢大家